你連的話這邊要怎麼畫? 如果現在點到這邊,你可以用這個對不對? 這裡 先去拉,你可以先拉看看齁 這裡是不是要轉折? 轉上來 這裡你就不要客氣,就直接畫過去就好了 因為領結的部分是另外一支畫 因為填色是不一樣的 好,凹進來一點點 好,再轉 這樣OK嗎? 來,我把畫面還給你,你先試看 最好你在畫的時候是不要填色啦 因為這樣下面比較看得到 好,來 你在這邊因為我們沒有特別要 你點的部分我們剛剛畫的時候是先沒有顏色 好,先沒有顏色 那我現在的話我先來給他一個 給他一個顏色 那如果我先用這個 好,先給他一個藍的 那我現在就用這種工具囉 我們來試看看齁 你看,我在這邊點一下 好,這個顏色我把它變白色的 OK嗎? 有發現那個方式齁 因為我現在要到外面是不是藍色 對不對? 所以我先填藍色進來 好,先填藍色進來 那我在這邊點下去 因為你現在還是白色 所以你就可以先把你要的範圍 先把它怎麼樣 輪廓這個邊先把它點好 像這個顏色是藍色 我就把它點一下 它就變了齁 這裡也是 這裡 看你的輪廓你要增加到多少 好,增加到多少 那這些點你就可以 很方便去增加跟調整 好,那如果說這個點 不要你覺得太多了 你可以點到它一樣按Lot 這樣這個就可以剪掉 好,稍微試著做看看 因為像網格狀其實 課本上面其實有很多範例 你可以參考一下 可是那個真的都比較難 真的都比較難 這邊點下去 你可以發現那個 它本身也是一個什麼? 貝茲曲線 這些網格狀都是一個貝茲曲線 如果你要在旁邊 像這個地方 這裡 讓它完全出去的話 你就把這些線 把它變一下就好了 好,把它變一下 那我把畫面還給你囉 你看這個圖層這邊 我把它打開 你會發現它這個線 現在不叫路徑 叫網格 有沒有 現在叫網格 那你說 我要後悔了 我要把它換回來 好像都不能點 都不能換 那怎麼辦 從這邊來 從物件裡面 有一個叫做 這個 路徑 等於說 其實它的網格 沒有辦法直接變回來 所以你必須要 有點像 複製一個 複製一個 你看我從這邊 路徑裡面 有一個 位移複製 你把它變成 然後位移 但是我不要 我不要移動 我把它變成0就好了 好,就是說等於在原地複製 可是它因為會 轉換回路徑 而不再是網格 那這個轉角的地方 就看你 好,如果說 像Haruki這個 圓角是比較多的 我就把它變圓角 好,你看一下 等一下看一下這邊 有沒有多一個跑出來 多一個 我們現在是下面這個 那上面這個 我把它關掉 你的路徑是不用回來了 這樣了解意思了嗎 如果說你把它變成網格之後 它的路徑 預設就回不來了 預設就回不來了 所以說你必須要做剛剛那個動作 才辦法把那個路徑重新抓回來 好,重新抓回來 再看一次在哪裡 從這邊 物件 路徑 這個比較特別 因為 那個網格的工具 沒有辦法直接拉回來 所以不是筆畫 是位移複製 位移複製 這一個 你把它點一下之後 因為我不要移動 所以我把它的位移就設為0 那至於轉角 可能就要看你的形狀 你的形狀 如果那個尖角比較多的 你就是用尖角的 那如果像我們Hello Kitty 稍微圓圓的 你就是用圓角的 那這個數量應該還好 還好 如果確定了 它會複製一個 複製一個之後 你舊的這個 就可以考慮把它丟掉了 就可以把它丟掉 重新再用網格再畫一次 這樣了解意思齁 好 那你在畫的時候啊 盡量點是越少越好 如果說你 像我剛剛是先畫藍色的 那如果你要先用白色的 其實也是可以 對不對 那你在用網格狀 增加 你可以增加 先增加幾個點 因為待會這幾個點 就是白色的嘛 那你在從外面這邊來 設成 假設這個點 我要變成這個藍色的 你在這邊選藍色的 這樣也可以啊 OK嗎 要看你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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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到這邊 這個的話 如果這邊 這樣的話 可能我這邊要增加一個 再把它拉出來一點點 慢慢的那個 慢慢的那個 格點會變得比較多啦 可是你在做的時候 盡可能的盡可能的 稍微注意一下 點還是越少越好 你在以後再做會比較 調整的時候會比較容易調 好囉 那我畫面就還給你囉 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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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